大家好 欢迎来到陈阳说明 我是陈阳老师 现在是在哈佛的小泉里面 哈布尔亚尔 这儿是本科的新生住的这个地方 今天正好是哈佛大学迎新的第一天 这个新生有一个传统的一个活动 出去这个宿营 两天到四天吧 不等 看着这个大早起来 现在是六点钟 这儿一队一队的新生出去宿营 哈布尔的亚尔是 大家在照片上看到特别多的地方 最著名的就是我们前面这个雕像 哈佛先生这个雕像 这些都是哈佛本科的大一的新生 大一新生一般都是每年是大概16001700 去年录取的人特别多 因为疫情有的学生gap 所以是2000多人 哈佛尔的住不下 所以有的就去搬到老生宿舍 然后这个楼很有意思 叫Massachusetts Hall A 这个是哈佛大学的校长的住宅 大校长住在这 这个可能也是唯一的一个大校长 住在学生宿舍的楼里 据说这个楼的二楼三楼 都是一些表现比较好 比较安静的新生 不能把校长给吵着 那我们现在在哈佛尔的压子呢 是比较安静的时候啊 这到白天呢 这地儿就跟个这个旅游观光点似的 学生这也是可能准备出发的 他们是一个队一个队的要出发啊 前面这个呢 著名的这个铜像 咱们再看 这儿又有一个新生的队伍要出发 这要出去这个露营三四天呢 肯定是这些孩子互相都很熟了 很认识了 在这个西英杆地区呢 这个夏天呢是最好的时间 旁边呢是Vermont州啊 还有New Hampshire州啊 缅因州啊 这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地方 这个塑像呢 就是哈佛先生 叫John Harvard 其实John Harvard并不是这个哈佛大学的创始人呢 他只不过是给哈佛大学捐了第一批书 然后呢哈佛大学就把他的名字呢 用来命名这个哈佛 然后大家看啊 这个铜像很有意思 这个皮鞋 在这个地方都被摸的黄了 大家来摸这儿是有这个好运气啊 不过呢在COVID的期间呢 可能摸完以后就得洗手啊 这是一队一队的学生 这位同学这个背上背这个锅呀 一队一队的人呢 肯定都是他们自己来计划的 这是一队一队的往外走呢 我的理解好像他们出去 可能就是一直走出去了啊 好像是没有什么车呀 在前面来接他们 把他们送到哪去 所以呢 背着这个包呢 这里肯定是这么大的包 上面还有鞋呀 里边都有帐篷啊 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准备在外边过夜啊 然后这一个这个哈佛的样子呢 叫哈佛园吧 其实呢是哈佛大学呢 大家谈论最多的地方最有特色的地方 而且他的门口呢就是一个叫哈佛 Square 就是很多餐馆啊 银行啊书店呀都在这边 也是这些旅游团来的这个最多的地方 这个地区呢周围这个红楼 这全是这个宿舍 这些宿舍呢是只住大一的新生 他们到了大二大三大四呢 就会搬到这个校园的东边 那个地区 高年级的学生宿舍 那么呢学生在这些宿舍里边呢 他给选定人 比如说呢 我想跟这个张三里斯 我的这个朋友一起住 那么具体坐哪个楼呢 都是随机来分配的 那么这些楼 那么你想住过比尔盖茨啊 扎克伯格呀 还有历史上的 有名的这个哈佛的校友 在这儿呢生活的 确实是让大家非常向往的 好那过了这个哈佛亚的呢 这儿呢就是 两个非常著名的建筑 咱们先说这边 这个像大教堂的这个建筑呢 这个呢是一个Jarreal Church 它不是固定的一个某宗教的 而是呢 所有的这些学校的宗教团体呢 在这儿都可以 然后这前面呢 这有这个四根大柱子吧 在这个毕业典礼啊 这些大的活动呢 名人就在这个大柱子前面来讲话 那么学生呢 就坐在这个草坪上 意大利的学生在这儿 聚集的地方呢 就是哈佛大学的主图书馆 这个图书馆也很有特点啊 首先这个图书馆非常大 其实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呢 都号称是全球最大的 这个学术图书馆 其实也差不多呀 他们的这个藏书量 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图书馆的名字呢 叫哈利艾克恩斯 Vildener Memorial Library 哈利艾克恩斯 外德那儿 纪念图书馆 哈利艾克恩斯呢 他是以前是哈佛的校友 然后呢 欧洲去游历 去学习哲学呀 学习这些科目 然后呢 在他和他爸爸妈妈 回美国 结果呢 正好上的就是这个泰坦尼克号 然后他是很勇敢 和他爸爸呢 都把这个自己的作为呢 让给妇女和儿童 然后他们呢 就在这个泰坦尼克号 跟着一块沉没了 然后呢 他的妈妈呢 就决定呢 把他 价剩下的钱呢 都捐给哈佛 做一个图书馆 所以当时呢 是有 1500万 那是100年前 1500万美元 是很多的 没准可能 相当于现在的 1亿5000万了 说给哈佛捐个图书馆 然后呢 哈佛就 没用20秒钟 就同意了 他说呢 但是我还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呢 是你这里呢 有一个屋子 必须呢 有一个床 是叫这个 Harris Room 就是他这个儿子的名 名字 Harris的屋子 而且呢 要每天呢 要有鲜花 这个图书馆里 要每天在这 放鲜花 哈佛说 那可以 第二个条件 就是 这个 楼呢 外观永远不能改 以后 不管有多少书 这永远不能改 这个条件呢 哈佛当时也同意了 结果呢 这个条件呢 后来发现呢 是花了哈佛的很多钱 因为哈佛的书页来也多嘛 你想那100年 所以呢 他怎么办呢 他就后边 就是下边 这个一层一层往下挖 据说呢 这儿的这个 最深的这一层 都能和这个地铁差不多深 但是可能谁也没到过这个最深那一层啊 但是他的外观呢 就一直是这样的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还有一个条件呢 是说 哈佛大学的要求 所有哈佛大学学生 在这个毕业之前 都必须要通过游泳测试 因为他孩子被淹死了嘛 然后后来哈佛说 那这也同意 然后到现在呢 这三条呢 其中一条呢 被打破了 就是这个游泳 游泳的这个方面呢 建桥本地的这个政府呢 说你们不能强制要求 所有人都要通过游泳测试 因为还有人残疾 还有人什么的 你不能说游泳测试不过 你就不给人家学位 所以呢 就把这条给取消 但是另外两条呢 都一直给他保持着 对吧 所以呢 有的学生啊 家长说 我能不能捐钱来 给这个哈佛大学 然后提条件 那当然也可以了 但是你得看你能捐多少钱了嘛 这种奇奇怪怪条件 他也会同意 那这个图书馆呢 是非常的雄伟的 非常好 在平时呢 是都是对外也可以开放的 咱们现在在这地方呢 叫做Vigo Wars 这个宿舍 这个底下呢 就是建桥的这个地铁呀 这几个楼呢 底下有地下通道 都连在一起 那么比尔盖茨呢 据说呢 就住在Vigo Hall 这个C上面 说他那时候总逃课嘛 那逃课呢 就从这个门洞呢 就跑出去 就到外边去玩去了 这个楼呢 就在这个地铁的正顶上 那么当时呢 在波士顿修地铁的时候 因为你要经过人哈佛大学 下面的土地嘛 要求呢 他们在这个哈佛大学这边呢 要减速 这车要慢开 波士顿就同意了 然后呢 因为波士顿是个大学城嘛 别的学校 什么MIT呀 波士顿大学呀 什么的 也纷纷地要求地铁 在他们下面减速 结果呢 被这个地铁当局给拒绝了 说呢 整个一个城市 波士顿是美国最大大学城 我要全部哪个学校 下面都减速 那我这地铁也甭开了 那你这个侧面呢 那也反映了 哈佛大学 确实还是比较牛嘛 就是他能提这个条件 哎呦 这个是一个天洁 下面有一颗长得很好的 这个枫树 真棒 那么这个 嗯 哈佛大学在这边的这个校园呢 都是有围栏的 但是这个围栏呢 不像咱们看的那个 南加大那个围栏呀 呃 就是呃 全都是有把门的呀 什么这个围栏 你看他这个门 都一直是开的 这一个哈佛亚的所在这个地方 拓张呢 非常非常的远 呃 还显得他还在不停的 在收购这个地产啊 房子啊 来让他这个学校 破章 你这个学校有钱吗 现在呢 是早晨啊 这个朝阳照在卓物馆的这个楼上 确实很漂亮 好 咱们再去看看他的纪念教堂 看看毕业典礼的啊 讲话的地方 纪念教堂 楼是很有特点的 这个有一个 大的一个白顶 这呢 是最开始呢 其实是为了纪念在各个 呃 战争中 牺牲的这些先烈吧 学校的各个的 宗教的 这个团体呢 都可以来用 教堂的 那么哈佛大学 它和其他的几个这些同校啊 都一样呢 它不是那个宗教性的大学啊 不像圣武大学 天主教 哈佛 什么哈佛耶鲁 MIT 斯坦福 什么这个加州理工啊 这个所有这些藤校吧 它都不是宗教性的这样大学 至少是这个现在不是 它以前呢 当然都是这个有这个教会的这个影响 在教会的支持下建立的 学校中间都有一个这个教堂 因为呢 这个宗教呢 它也是这个社会啊 生活的 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吧 在这个哈佛大学的教堂的门口 对吧 正对着这个图书馆 那这一片草坪 毕业典礼啊 毕业演说啊 都在这个地方 现在是大早上起啊 这个哈佛大学都没有什么人 就是这些 这个要远足的这些学生 每年呢 会有学校呢 要举行一些这个校内的演唱会啊 请歌星来唱歌啊 什么的 也都是在这个台子上 所以呢 这个平台呢 那曾经占过很多 这个名人在这 讲毕业典礼 都是站在这个地方 那边在这站一站 看一看 这上面写的呢 是为了纪念 哈佛大学在 各次世界战争中 牺牲的汉服校友 这是对他们的调念 所以建立这么一个教堂 这个校园里 很安静 很漂亮 关于介绍 哈佛大学的校园的 简单的情况 校园的景色 咱们就讲到这儿 回头呢 我再录几个 关于哈佛和MIT 好 那今天聊到这儿 我们下次再讲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